大家好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 ICM 1-48的HE111 H2動型 那其實 按照英文的念法或是德文的念法是Henkel 111 那這型 HE111呢 是性能提升 幾乎是終極型 H2動 他加了夜間 航行裝備 還有夜航裝備 所以進行夜間轟炸任務 就如同盒會一樣看得出來 盒子的大小呢 長 寬 約45的30公分 再大一點小期就不能記了 以下就內部的 套件跟各位簡報說明 整整兩大袋的 套件 非常的精細 首先 凹線凹毛釘 所有的控制面 負義 升降座 方向座 也是獨立開出 他的升降座甚至於可以波動 是活動的 這型飛機呢 由於他的性能要求 比較特殊的還有他的 兩大片 兩大塊板件的透明件 說明書 彩色說明書 貼紙 Hanko 111的這間飛機的特殊 他的 飛行員只有一位 是的只有一位 整個說明書的架構里面有說明到 他的 飛行員的座位 全內構 包含右座 右座的 類似像領航員 或者航柵員的位置 都有做出來 機艙內部也是 另外比較 機艙內部 坐到裡面 全部都坐到裡面 另外比較奇特的是 他的 他的 我們一般做模型飛機的 他的機身結構 不會有這些 像真的飛機 會有重量的位置 他都有 也表示 你在黏合的時候呢 他就變成 不是我們在坐飛機 兩支 兩支 主翼直接黏上去 而是先必須把重量做出來 再黏合上下翼 像這樣 這是 在製作上比較不同的 還有他的 發動機也是全內構 這就是剛跟大家提報 提報過的 他的升降座是 不能上膠水 可以上下波動 控制面其實都是 有開 獨立開出來 非常大的一架飛機 製作完成之後呢 拿近一點 製作完成之後呢 翼展 翼展 將近50公分 機身長度 35公分 37公分左右 算是蠻大的飛機 以上就 H1111 H2動型跟各位 包括他的套件 謝謝各位